我给大家带来一首Dear Friend 也是因为我以前是柔道运动员 然后因为受伤没有能再继续柔道 后来捡起另一个梦 就是现在正在追逐的音乐 那么我会把我当时柔道的那段时光 当做一个很好的朋友 我要献给我那段时光 也希望这首歌能勾起所有人 他自己的那段时光 那其实刚刚罗西姐给我们介绍了一下 你们这次志军车那个主题还抱着 你们罗西姐的主题是演那种比较坏一点 喜欢打闹的男生 对对是是是是这样的 然后我在戏里面演的是 就有一个镜头里演的是 比较像那合伙人李佟大为老师的角色 那其实感觉你本人本来是什么 比较文性偏文像一点的这种男生 怎么会这次反差这么大的挑战 演一演玩一玩吗 就是什么样的东西都尝试一下 挺好玩的嘛 喜欢演示吗 我觉得很辛苦 但是很好玩 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吧 那其实我知道 每个人的青春对我很多回来 那你觉得在你的青春中 最难忘的是什么事情 你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我柔道的那段回忆吧 那你有没有感觉 就是因为到了十强了 一些压力也很大 对自己后面的发展 为什么要做一个过满 我觉得我恰恰是已经十强了 再往后我觉得 大家做好 我至少是我自己 做好要演的每一首歌 把握在台上的每一秒钟吧 然后让大家听到更好的声音 这就够了 我觉得之后的比赛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这个不是特别的重要